1600新经济台股昨天杀完 今天展开反弹了 盘中在电金传奇央下 指数大涨收复了14300点 而近期台股的低迷走势 也让国安基金例行会议提早一天 敲定在下周一召开 更多的讯息交给主播詹书海 好谢谢一伦 确实像一伦所说的 台股今天终于迎来了 跌身反弹的这一天 开出的是一个大V行情 重回到万四的关卡 来到是14336点 上涨了350点 而最近大家都在讲说 跌得这么深 台股这么疲软 到底大人再不在家 要不要出手来挽救一下 所以国安基金的例行会议 确实就像刚刚一伦提到的 会提早在下周一来进行召开 将会讨论是否要来出手护盘 那到底会不会护盘 接下来还有几个观察的一个重点 可以提供大家来去参考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 美国将会公布最新的一个CPI指数 如果出来之后显示通膨的压力 还是持续升高之下的话 那恐怕呢 经济会持续的走向一个 比较疲软的状况 那再来就看到台积电的法说会了 今年台积电呢 是大涨了22块钱 收债的是457.5元 不过呢 最近它的基本面 其实跟股价是有一点脱钩的一个情况 到底是不是真的受到了 砍单的压力影响 是不是之前觉得前景看窍 可是其实是不是评估错误 在这个法说会上呢 就会非常的关键 接着就要来盘点一下 金管会要救市的措施 首先是提振信心 当然就会开办这个业绩发表会啦 鼓励企业来实施库藏股啦 以及自营商发挥造势功能 接着就是打击空头 限制借券来去卖出 另外是禁止平盘下放空 还有限制限股当冲 从做多以及限空 来挽救现在的股市 那么接下来看到的是主计总处 昨天公布了六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是3.59% 而外食费年增率也飙到了6.38% 两者同创了近14年来的高点 显现国人承受通膨之苦是不断增加 更多讯息再交给舒翰 好我们看到这个CPI指数的公布 真的让大家感觉到痛苦指数非常的高 我们来看到年增率呢在6月份达到了3.59% 你看一下从3月4月5月6月创下 连4个月都破了3% 这也是14年来的一个新高 而且扣除了能源蔬果之外 核心的CPI呢增幅达到了2.77% 这也创下了13年半的一个新高 其中食物类年涨了7.27%是最多的 因为呢主要受制于的就是饲养成本提高了 包括了蛋类你可以看到呢上涨了29.11% 肉类呢也达到了6.78% 这连续带动上来就是外食费呢也年涨6.38% 那交通以及通讯类年涨3.54% 而且刚刚新闻也看到了 上市公车现在酝酿说要来调涨 而且还说至少涨6块钱 所以这个压力可以说是大家都很有感 那主计处就表示说预计6月份应该是今年CPI的一个高点 只要蔬果的价格不再大涨 那7月渴望呢就会开始下降 而通膨冲击了消费者的需求影响游戏机的买气 因为缺乏晶片两大厂任天堂还有索尼 可能面临销量下滑忘记不忘的窘境吗 再交给舒汉 真的是如此的 我们就来看到现在这样子一个缺晶片的情况 影响到的就是包括了两大的这个电玩主机呢 现在呢恐怕会面临产能不足的一个威胁 在Switch第二季的部分销量年减33% PS5日本的销量年减26% 这恐怕会错失今年底的一个销售 忘记尤其通膨的影响之下呢 影响的就是终端消费的一个力道了 所以我们来看到连带影响的还有台厂的供应链 像是万宏啦还有红准啦 这个部分呢是任天堂的供应商 台积电南电以及星星的部分呢 则是Sony这个PS5的一个供应商 所以呢连带的这些供应链恐怕都会受到冲击 那我们就看到人保的总经理翁宗斌就表示 其消费性电子产品要进入一个修正期了 这个影响程度会多久呢 它预估恐怕会有一年 而且呢这首次面临的恐怕就是下半年 忘记不忘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我们看到通膨的影响之下 现在影响到的就是终端的消费 还加上这个晶片缺乏的一个危机在 那更多内容呢 欢迎您可以扫描我旁边的QR Code 同时您也可以在YT频道上头或者是脸书粉丝团 来搜寻的是TVBS国际Plus 带您掌握更多资讯 以上是这一节新经济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